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现在非常有耐心 这次进攻又是没有结果 球权交给了对手 张鑫 非常值得鼓励的尝试 射门很有感觉也很有威胁 王珊珊 好抢段 直接化解了危机 巴巴拉 伯南塞亚 朱利亚诺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得是目不转睛啊 机会非常好 文将还是碰到球了 文将一拳把球打出去了 一拳把球击出 张鑫 球被防止忐丢了 朱利亚诺 球被拦了下来 该取得领先了吧 果然不出所料 他们取得了领先 不停地传 不停地跑 机会就在他们这样的船跑当中出现了 紧跟着一脚势大力尘的打门 门将完全没有机会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王珊珊 球被传过去 被抢断了 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 一次边线球的机会 姚灵威 球权到了对手脚下 来到对方腹地了 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这次进攻组织其实非常漂亮 但在离球门已经非常非常近的时候 功亏一篑了 阿里安娜 卡鲁索 卡鲁索 他选择自己带球 继续向前推进 对手真是没有好日子过 切尔诺亚 这是个界外球 本轻易就过去了 队友前来支援已经到位 一次教科书般的铲球教学 掌心 他可以继续沿边路向前带球 前面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扳平比分的好机会 能不能利用好这个角球的机会呢 开出的角球飞向了进区 威胁还在 又差了那么一点点 其实这个射门的尝试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这段时间攻势很猛 如果继续这样踢下去 完全有机会扳平比分 朱利亚诺 卡罗索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王双 双妹子 王双拿球 王珊珊 有机会扳平比分 门将真是 就被门将扑向了力柱 传给了王珊珊 可以打门了 敲进了 迷分的扳平了 打门位置实在是太近了 门将也确实没有办法 目前双方是一笔打平 目前双方是一笔打平 王珊珊 王珊珊 看他会做何选择 对我们已经跟上来了 这个球 这个球直接传给了对手 第四官员公布了布什的时间 一分钟 传给了王珊珊 这球该有了吧 球进了 没开耳朵 他自信满满 带着脚下的球 如入无人之境 海蝶穿花 非常灵动 无愧是职业球员 对 咱们明胜 比赛进入了中场休息 中场休息结束 现在继续这场 世界杯小组赛的下半场 他把球带向了对方 球门的方向 可以起脚了 还好 他及时的出现 画起了危机 这种滑产犯规动作 很容易就成为裁判 抓典型的代表 裁判干脆地掏出了黄牌 估计犯规的队员 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裁判明哨接外球 朱利亚诺 这个拼墙很坚决 球已经控不住了 王珊珊 不容错过的机会 好 球 一个球的优势 显然不能满足 他们再下一城 现在两球领先 破 这个位置的机会 你几乎不可能浪费掉 非常近的距离 门将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一分被改写成三比一了 古南塞亚 克里斯蒂安娜 吉雷利 朱利亚诺 他就是对手的进攻终结者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很有希望的一次反击 结果球没拿稳 边路现在很空啊 把队位的方式队员给过掉了 这脚传中啊 没有躲过方式队员 常规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分钟了 还剩最后的三十分钟 这球看接下来怎么打 还有机会 好球 今天这是他第三个进球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右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将球打进 比分被改写成了四比一 巴巴拉布南塞亚 张鑫 王双 王双的机会来了 一次完美的个人表演 完完全全展现出了足球的魅力 太漂亮了 无论多少次看见这个动作 大家都一样会由衷地发出赞叹 马赛回旋一个冲到了传奇故事的动作 这一次他用这个动作帮助自己完成了进球 双方的比分已经变成了五比 主赞叹 推给了他们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 看到双方向他走过去 他就明白了 黄宝石卡预定 他应该明白自己的犯规有多严重了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防守方还是没有到位啊 反击被对手打断了 丽娜里 瓦伦蒂娜切尔诺亚 上门路线上还有个方式队员 他们现在请求惯人 来了个短的 地球出了底线 球门球 李孟文 距离常规时间结束只有15分钟了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对方的行动啊 在他眼里没有任何秘密啊 巴巴拉伯南赛亚 没能绕开防守被挡住了 这一脚射门啊 过不了门将的食指关 被门将直接拿到 王双 对手的攻势到此为止 反击的好机会 看看他们如何打好这次反击 就被对方抢走了 反击计划半路夭折 张鑫 从对手那儿抢回了球 带球摆脱了防守啊 进球机会来了 做出了扑就 但还是很危险 不是啊 球进 门将尽力了 显然他的队友啊 也没有给他足够的帮助啊 我们能看到 门将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做了 无论把他换成其他任何人 都很难做的比他更优秀 但现实又是如此的残酷 球毕竟还是进了 目前的比分是5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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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鑫 张鑫 比赛到此结束